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2月23日 星期三 我們做了一支特發 關於 加差響 加差響對香港的 物業來說當然有很大影響 對於一些貴價的物業 尤其是首當其衝 樓市 要說大部分 很多市民 你不會拿著一隻舖子不簽名 通常都沒有 但是 很多市民也會有一層 自己住的樓 或者想買樓 現在 是不是可以買樓呢 真是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施永青就出來 說話 最近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下跌 最近很多人 看探樓市 老師 出來說 他看好啊 為甚麼呢 他說 他覺得分析員每個看淡是有原因 不過他 就覺得他們看錯了 1月份 各個大行就發表報告 看淡香港的樓市 其中花旗說2021年 本港住宅的交易量創了10年新高 相信部分住宅需求已經提前反映 同時 五項不利樓價的因素 逐漸浮現 預計今年 整體樓價將會插7-10% 花旗預計香港移民潮未來是會持續 扭轉多年房屋供不應求的局面 預計美國量化寬鬆政策 也會結束 之後會開始加息 利率貸款 今年有機會由谷底回升最多2.3% 另一個券商美銀說 本港經濟疲弱 加上利率上升 預計樓價跌5-10% 下行壓力則重於下半年 一手賜熱的氣氛不再 估計新樓銷量只能夠持平 甚至乎跌一成 詩永青說 大部分人 尤其是投行分析員 看淡樓市 是無可口非的 分析的人是要客觀 但是他們接受的資訊 是不及行內人 很多時候根據第三者的報導 詩永青就這樣分析 他也說得有道理 因為 這班分析員只是看 表面上的數據 他們不是直接去 接觸樓市的人 反而經濟就是直接接觸樓市的人 當然經濟有兩種 一種是挫價經濟 一種是托價經濟 因為你促成交易 你不可能單方面唱好的 你唱好的 那誰賣給你呢 每個人都看好了 你告訴我 市會升的嘛 我現在的房子還賣給你 你是瘋的嗎 當你每個人都看好的時候 你找不到人買 你找到買家 每個人都買家 找不到人買出來 他們一定要找人唱淡的嘛 所以 經濟也有兩種 一方面要唱好 一方面要唱淡 當然 可以同一個人來的 他 他又要唱好樓市 叫別人買樓 然後他找到那個盤 又要踩那個盤 又要唱淡 你快點賣吧 是不是 當然啦 施永青也是一個角色 他 現在出來看好 始終 作為老闆一定要看好的 你也要告訴你 看好樓市 怎麼能叫客人買樓呢 我們要講一下 他 出了一篇文章 說 樓市下跌其實只是幻障而已 為什麼呢 因為 他分析一下 為什麼業內人士大部分看淡 而他為什麼看好 主要他看好 當然也是那幾點 就是大陸因素 現在香港行穩致遠 其實跟政府說的一樣 然後 主要我們可以從施永青 他本身的思維邏輯去看 我們先講講他 他講的分析員 其實是理論一大套 可以引經據典 頭頭是到 問題是他判斷基於第三者的報導 而不是直接接觸市場時獲得 他們的弱點是不容易把握真正對市場起作用的主導因素 理性 傾向 重的人 比較容易接受分析員的意見 但是他們在投資上面不見得特別成功 行內人士的優點是每天都是市場打滾 可以直接接觸市場裏面買方和賣方 知道他們作決定的時候 最關注是甚麼問題 知道談判之中 哪一方意志力交強 哪一方經常會被迫讓步 他們的判斷是來 自於感性的 是一個整體上的感受 而不是把問題拆細做的分析 他認識市場上不少成功的投資者 他們沒有讀過太多的書 投資的時候就憑直覺多個理性分析 命中率 一定會比理論一大套的分析員多 分析員通常都是打工仔 有多少分析員自己有十隻舖舖收租呢 反而這個是事實 投資者很多時候 小學畢業 小學畢業有幾十隻舖舖收租 有時候連自己的名字也未必寫得出 當然是小數 他說 因為理性知識大部分是後天可回來的 直覺是天生的 是祖先留下來的經驗 其實也不是的 很多時候 很多種直覺都要分析 以及要經驗 是靠自己的經驗 他說 憑這個感覺往往只能夠知道即時的情況 就未必可以推斷未來的變數和趨向性 春光水暖鴨才知 原因是鴨的 腳浸在水裏面 一感覺到他就知道了 所以他說 當你知道市場的狀況 問業內人士比問分析員好 但是如果你想知道 長時間一點 市場位或出現變數 就是問分析員好一點 所以說分析員結論不一定準 但是起碼 會令人覺得頭頭試到 聽了會踏實一點 他 不是說他完全錯 不過 我們要分析一下施詠青的看法 因為要衡量他的看法 才是重點 我們看看 施觀點 只是讀一讀他的報導 你就會知道 他有甚麼思想的誤區 最新的美國對別國制裁有蝕效嗎 當然 這個是五毛觀點 美國對很多國家制裁也很有效 只是對 獨裁者個人無效 對於這個人民絕對有很大傷害 第二個標題 昨天的一日前 把阿富汗資產用來賠償911苦主 恰當嗎 這個更加好笑 這也是典型的五毛思維來的 烏克蘭的出路 二戰後的芬蘭出路 分爛路線 從烏克蘭事件 看美國如何操弄世界 這是典型的五毛思維來的 美國已經用行動放棄烏克蘭 這個可能是對的 加息後 美元會走強嗎 一個星期前 聯儲局沒有心壓通脹 加息只是擺姿態 這個當然不是啦 這個好像東方日報那些 那些五毛寫手一樣 然後再看看 烏克蘭局勢雖然緊張 但打不起來 分析可能是錯了 這個我當初 也可能是這麼覺得 但現在局勢越來越不同了 美國的基建為何遲遲無法改善 這個 也是 這個 錯不完 因為美國真的有很多問題 從拜登言論看中美貿易戰況 然後 疫情平換後 中國出口會否再度受壓 聯儲局已經沒法控制局面 中美貿易數據顯示美國難以撤割中國 我們其實看回他很多標題 或者看回很多內容 近這幾年受到大陸的影響越來越大 他是傾向於相信大陸 好像之前 去年一樣 他一直看好大陸樓市 在大陸投資了很多 結果大陸樓市輸了很多 甚至乎現在想斬攬 但是斬不到 因為 大陸樓市的成交已經縮到 沒得再縮了 已經玩完了 即使去年香港的樓市成交創了10年新高 但是 他們 在大陸就創了10年新低 這個意味著甚麼呢 意味著 他當時全力分身的大陸 當初是賺了大筆錢的 不過現在要收 尾那裏要輸很多錢 要花很多錢才可以止蝕 據說一個月要虧7億 怎麼會虧呢 一年會虧80多億 當然沒辦法再虧下去 當然要斬攬 之前應該賺了很多的 可能賺了過百億 現在就吐一部分出去 我們看到 為甚麼 他會看好樓市 他說這個跌市只是假象 可能 他是從 很多那些亢奮的買樓者 或者那些人很心急去買樓 我覺得他也有滯後效應在 原因是未能反映到現在真正的政治實況 以及疫情的走勢 我們不是神仙 我們不知道接下來會不會大爆發 但是我們只是看到香港政府 他們那種手法 基本上 他們是要跟香港人攬炒 去年有沒有疫症呢 去年沒有 為甚麼去年的樓市會升呢 去年那麼多人買樓呢 原因 他們在香港 他們完全感覺不到 香港有疫症存在呀 因為香港沒有本地確診 每個 都是 戴口罩 每個戴口罩 每天的數據都沒有本地確診 其實是清零了 幾十天 每次 一清零幾十天就會爆一單出來 然後又重新來過 然後又要收緊防疫 政策 晚上不給糖吃 所有東西其實都跟防疫無關的 原來病毒只是六點鐘會去酒樓 會去餐廳出現 六點前就不出現 所以六點後要那麼堂食 是不是 這個當然說不通 也不是客觀 也不是科學 但是香港政府就是做一些 專門使得市民受苦的事情 倒行逆施的事情 但是 投資者或者買樓的人會感覺到 香港很安全 你想想 國安法通過之後沒有事 沒有大規模拘捕人 拉平均日報不是拉我 沒有事 但是 他們忽略了一個重點 就是政府 已經不受弱制 可以從這次疫症看得出 現在的政府 已經不再理香港人的死活了 林鄭月娥說了什麼 林鄭月娥告訴你 我們要盡快搞定這個防疫啊 因為 未來七月會慶回歸啦 你不要妨礙我們開派對 你們 病了好 自生自滅也好 總之 在兩個月之後 你們全部要搞定了 搞定是不論你自己自我搞定也好 我們搞定也好 總之也要搞定 要解決 不是解決這個問題 而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或者製造問題的人 施永青其實 沒有 認真好地地 去分析一下 整個政治環境 香港 和大陸的政治氣候都不斷改變 現在的改變 是政府越來越 不受市場的制約 是越來越不顧人民的死活 包括你們藍絲的死活 香港的餐廳 他們有沒有照顧 也沒有 即使好像老蕭 幫了政府 天天捕針 完全 好像做了政府打手 好像公司騎司 政府刀手一樣 但是也沒有用 他們的餐廳一樣被人追擊 一樣是一刀切的 不會給你做堂食的 不會你有特權的 你幫政府捕針 他會給你坐四個人的 都是縮到兩個人一張桌子 怎麼做生意呢 支持政府的藍絲 他們也會這樣對待 黃絲不用說了 被你殺了 被他趕走 被抓了坐牢了 是不是 沒有了反抗力量 你們自然是惡不出樣 都沒有人反對我 我做甚麼都可以 然後現在林鄭還告訴你 現在在打仗 不用說規矩的 是不是 然後陳茂波還要提出富人稅 還要提出警察雷進稅 這個是進一步的 是打土豪分田地 或是打地主 起碼要鬥地主 以往 香港也沒有試過 真真正正有實際的東西去打地主 而這次 真真正正正推出了這個 猜響雷進稅 當然不是下個年度 再下個年度 但是 會發生甚麼事呢 當然是很嚴重的事啦 我們會有一節做特輯 分析給你聽 這個雷進稅的猜響 是多麼可怕 因為 因為 你的民業 可能有幾個民業那些 到時他們就要沽了 如果不沽了 就很嚴重 就是越拿得多房子 越要訂貨 可能是好一點的 讓你們不要拿那麼多房子 再看看大陸的問題 大陸的樓市 其實就是香港樓市的 前居之鑑 因為他既然在大陸做得這些事 接下來也會對香港這樣做 所以 我也覺得 接下來香港的樓市一定是 看淡多個看好 不是現在 你受到一點點情緒波動 你去問 現在那些人想買樓的人 他當然會告訴你 我很緊張 我怕我上不了車 我一定要買樓 當你做的時候 你有客人 當你問有客的經紀 每個客人都說要買樓 但你去問沒有客的經紀 每個客人都說要買樓 是的 所以 作出分析 他也不相信中共會在香港 做一些破壞香港的事 但是這件事中共做了兩年 而且 越來越羨慕忌憚 因為 香港 已經是完全 在控制之下 當然 完全受控制的地方 當然 一定是 搞死你 你也沒得反抗啦 現在香港的藍絲有得反抗嗎 現在香港 做生意的人都會反抗嗎 打工仔 你們當年就說會打一些學生 叫你們阻止我上班 現在你們有得上班嗎 做地盤的人都會上班嗎 做其他行業的 你們有公開嗎 是不是 不能反抗就不能反抗 你忽略了 當一個 獨裁者 獲得絕對權力的時候 你們 也是會成為宰割的對象 因為你們的體積 比黃絲大100倍 大1000倍 割你們才會多肉食 你明白嗎 充公你一個施永青 起碼幾十億身家 難道是充公黃之鋒 他的房子也賣了嗎 這段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裡 接下來再跟大家詳細分析一下 拜拜